这么不想做立委吗 国民党立委王庭生曾被抱喝酒闹事 原来他直循率真的挂蛋 忙什么据说家里事业做很大 爸爸是老县长王庆丰 曾经插手开发海洋公园 产平山坡 把土石卖给亚泥和台泥 是远雄重要股东 在立法院都没有声音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恐怕 没有办法做称职的花莲的代言人 评价报告上 没在直循的立委几乎都有副业 除了直循率挂零的王庆生 还有蔡正元财经界出身 闲熟基金土地买卖 严宽恒爸爸是有利人士 什么事业都能插一脚 而谢国良家里开银行 现在自己还玩起电影事业 巧的是他们通通是国民党籍 有针对性的 那我们的党团的立场 也非常的清楚 我们对他们 只能说谢谢指教 那至于被影射 或是被指射的这些委员 我为他们打抱不平 很多白执行的 我们不想讲 彼此尊重 太多白执行的 主要作秀执行的 并不是真正在解决民众问题 希望博得你们媒体的青彩 党内同事回籍 公都盟评鉴不公允 但人太少出现 的确会发生糗事 有一些立委 真的名字还真的叫不出来 那有时候甚至连 那个首位都 不知道他是谁 不让他进来 也有一些官员 把他当助理的都有 立委要开会 却被警卫拦下来 如果继续忙着搞副业 下次选举 恐怕就会换人民 把你拦下来 三天新闻 许富姐白乔英 台北怎么到